聽說最近又有一款產品要推出了 藉由利用刺激陰莖背神經 然後讓你打到減敏的效果 我們不是色情台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雅各 上一次介紹了那個岩石產品之後啊 結果粉絲敲我說 欸雅各啊聽說最近又有一款產品要推出了 然後想要我來測試看看 所以說今天就要來開箱這一款 在開箱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其實已經開封過了 因為朋友先幫我收貨 然後他也試用了大概一兩週的時間 之後我也會跟大家的心得一起合併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跟朋友共用一個 這麼說也是對啦 不過還是建議大家 這種就是私密的產品呢 有衛生習慣的問題 我已經有吩咐好就是朋友就是 一定要完全洗乾淨 酒精消毒過後再使用 今天看到的呢 還是會有拆封過的痕跡啦 就大家不要太近 等一下就是一一的來介紹裡面有哪些東西 然後到底要怎麼去做使用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就先來做開箱吧 好 它打開之後呢 裡面有這個 欸你看真的是使用過的痕跡喔 朋友真的很猴急啊 有點皺爸爸 很粗魯 很粗魯 臭老郎 好 裡面一打開就有這個 它的套套 然後還有 一張保卡 一年保固 使用手冊 這個就是那個訓練器嘛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它附的凝膠 初次使用請移除絕緣片 第二點呢 手持訓練器在兩個端點 塗上薄薄的水凝膠 它的成分呢 是水乾油 清水性增黏劑和防腐劑 然後塗上薄薄的水凝膠 第三點 長按電源鍵3秒啟動訓練器 亮燈了 亮燈了嗎 有 本訓練器有三段強度的模式 按壓按鈕 切換不同的模式 當強度增加的時候 閃爍的頻率會加快 這樣子亮燈的話 應該代表它是第一階段 然後這樣是第二階段 然後這樣是第三階段 好像三幾次燈 代表第幾階段 對齁 我們應該先探討一下 為什麼它叫DPN對不對 它是產品名稱就叫DPN DPN的原文呢 是 Doso Penile Nerve 等於說就是陰莖背神經的意思 然後建議兩個端點貼合在陰莖上 位置介於中前段之間 說明書上寫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猜它應該就是 藉由利用刺激陰莖背神經 然後讓你達到減免的效果 那我們就開機來做使用啦 完蛋 等一下不用靠近 我們退回那個地方 我現在就是自己感受就好了 有亮喔 好 來囉 很像脈搏的跳動 好 要記住滑動的時候 滿身體的 為什麼 不知道的就是 我們不是色情台好不好 那個 我們要很認真的介紹 很微弱的脈搏跳動桿 不會痛嗎 不會不會不會 嗯 給它嗎 怎麼那麼快 因為它有講說只提供3分鐘的使用 結束後它就會自動關機 我再用一次好了 我覺得都還沒感受完它就沒了 我們感受到 脈搏跳動的Fu 真的很像你們現在把脈 然後你用你的手去感受 這個脈搏的跳動 那我 試試看長度3 長度3 這個感覺 比較強烈 它比較有麻 欸有感耶 我的陰莖會一直抽動一下 抽動一下的 就像有人在掐你一樣 很小粒的橡皮筋在彈你的那個位置 所以你有被橡皮筋彈過陰莖喔 沒有就是那個感覺好不好 你 有啦有 就是這個感覺 這樣子就開完囉 這個產品真的蠻easy的 如果這樣子就可以達到訓練陰莖的效果的話 我認為蠻好的 但我們還是要秉持著科學的精神 要實驗組跟對照組嘛 試用一個月的時間 再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好啦 那開箱就這邊 我們就先來看看 片段 使用這個DPMG9訓練器的一個月心得 然後我想要有點隨意的感覺 所以容許我戴一個很可愛的小帽子 在做心得分享之前呢 也先跟大家講幾個注意事項 因為我特別問過廠商 它正確的使用方法 這個訓練器啊 其實只能用大概30到45秒的時間 然後一天不要超過一次 如果太多次的話 容易讓你的陰莖疲乏 可能神經就會變得不敏感 你未來可能就真的會 射不出來之類的 訓練過有不及 對 就是任何的東西都過有不及 不要吃太多 也不要做太多好不好 肌肉也是需要休息的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凝膠 它真的只有傳道用 所以像有些人會偷懶啊 不用這個凝膠 想說手邊拿個潤滑液來使用 不行好不好 拜託不要用潤滑液 因為用潤滑液的話 就沒辦法導到這個金屬上面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幹 我怎麼使用了兩個禮拜 三個月 然後效果都沒有出來 廢話 你用潤滑液怎麼可能會出來 還有第三點啊 廠商也要我提醒大家 就是一定要在勃起的狀況下使用 效果會最好 我一開始那時候 都不是軟的在那邊使用嘛 然後後來問了 才知道說 勃起的狀況下使用是最好的 因為你最能感受到 這個訓練器 在你的神經上面跳動的感覺 勃起的部分 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說我會建議你 你在沉伯的時刻啦 因為你總是硬著的嘛 那你就可以做訓練 30到45秒的時間 然後結束就可以上班了 但它也是因為非常的方便 你看一個小小束口袋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帶去公司 或是晚上的時候訓練都OK 但切記 一定要在勃起的狀態 好啦 那講完這些注意事項之後呢 要來講一下自己的喜得 我這一個月使用下來啊 我能感受到那個快感值的下降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你在打手槍 或是說性愛的一個過程 例如說你達到20%的時候 你會有勃起的感覺 但是如果達到100%的時候呢 就會射出來 有懂嗎 好學術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它就是讓你的神經變得比較不敏感 所以說你在接受一些刺激源的時候 那個快感就會下降 那你累積高潮的時間 就要越來越久 所以像我啊 原本大概不算前戲的話喔 在示範的過程中 非常的隱就癮的當下呢 大概12到15分鐘會有感覺 可是在使用一個月的時間過後呢 大概會多3到5分鐘 那個感覺確實就是來得比較慢 你需要更用力 更多的刺激 然後更快的速度 才可以達到那個快感高潮的Feel 你就可以想像這個時間的增長 那也被廠商提醒說 這個屬於衛生用品 所以說 千萬不要跟朋友共用喔 好不好 不要跟那位粉絲喊話 這個訓練器我幫你試用完囉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買來試用看看 也是OK的 記得我說的 一定要每天做訓練 你不要有一天每一天的好不好 就跟你練肌肉一樣 如果你有一天每一天 是不是就練不起來 好啦 如果大家真的是 找不到那個感覺的地方好不好 我來幫你 OK 很多人應該會想說 誒 那我直接一開到第三個模式 來做訓練 OK嗎 OK 也行 但你很可能會回不去 一開始就口味太重的話呢 可能就會導致你在 暗暗的過程中 軟掉 好第二個呢 可能大家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誒 它的原理是什麼啊 這個訓練器啊 就是利用細微的電流 來按摩你的陰莖背部 讓你的神經變得比較不敏感 這樣子你就可以去控制你的射精時間 再來呢 可能會有人有一個疑問就是 這個凝膠沒了 可不可以用潤滑劑來替代 當然也不行啊 剛才有講過說這個凝膠是怎樣 傳導的功能 你一般的潤滑劑沒有啊 所以如果你這個凝膠真的沒了 就要在官方上做購買 那到時候記得也要認這個貼紙 使用過的話 它就會有裂開的痕跡 該不會連這個電池都要回購吧 這點放心 這個電池的型號是CR2032 市面上都有在賣 所以你們只要去五金行做購買就可以了 那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那種 3秒或10秒的射精的人呢 建議還是尋求醫生的幫助 所以說這個訓練器呢 推薦給那些可能你 性愛時間原本只有5分鐘10分鐘 然後想要進步到15分鐘20分鐘的人來做使用 每天都要訓練OK 好啦 以上如果大家對於產品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就底下留言 然後也別忘記去看早期的那一支影片 來瞭解如何控制射精喔 那我們影片下次見啦 掰掰 啊 怎麼了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哈 啊 啊 太久了吧 不想面對的周一 大家都是這樣 啊 好累 啊 好累